吃什麼 小樂 你知道我要吃什麼 欸 不知道欸 那你要吃什麼 我吃他一下 好煩喔 這我到底要吃什麼 別擔心 你的救星營養師Sandy來囉 讓我當你的小天使 幫你準備這週的營養午餐 包准你吃的滿意又均衡 什麼 怎麼可能有這麼棒的事 但是我現在正在省錢欸 每天的午餐扣打只有一百五虛人 怎麼可能能夠吃得均衡 包在我身上 你只要放心的吃就好 沒有我做不到的事 真的嗎 你真的是上班主任不應欸 登 今天幫你精心準備的午餐來囉 便利商店健康點餐 有小碗蒸 三角飯糰 冷凍滷蔬菜 還有水果喔 哇 竟然這麼豐盛 我從來沒有想過便利商店 可以有便宜的健康餐欸 好期待明天的午餐喔 點心時間 每餐堅果種子一茶匙 也相當於拇指的第一指節 三餐中和在一起吃就是一湯匙 咦 養養師呢 他該不會就這樣落跑了吧 我的午餐呢 拜託 怎麼可能 今天的午餐可是比昨天更升級喔 醬醬 煎魚排便當 有三樣菜 我還特別和老闆說要一個深綠色的蔬菜 一樣一百元輕鬆解決 我還加碼放了堅果在飯上 每餐堅果種子一茶匙 大約一克拇指節大 再給你一杯鮮奶 整個升級變成雙戶套餐 棒吧 太幸福了吧 有人幫我準備午餐 還搭配得這麼圈衡 但是沒有男友還貼心 點心時間 每摘水果 全頭大 補充維生素放物質 打起精神 走 今天我帶你一起去買午餐 上班做久了該起來走一走 順便讓你看看我平常都怎麼挑選的吧 好啊 知道了 菜色呢有這些 好考你 你會怎麼選 我點一個浮流超早 這樣不行 這樣就沒有吃到青菜類喔 吃我的飯呢 就可以選一個 我們做麵 身外加一個燙青菜 一般的麵店呢 都會有燙青菜可以選的 幫助我們攝取到更多的膳食纖維喔 這樣就可以吃得更均衡 另外 下午呢再加一個 堅果水果優格 就可以滿足我的餐牌 建議要吃到的六大類食物喔 哇 原來是這樣 身體來可以學到一課 肚子好餓喔 趕快進去吃吧 走吧 小米 午餐時間到囉 今天讓你吃得清爽一點 所以我準備了月室餐點 偶爾也要換換口味嘛 不要每天都吃得太油膩 將將 是清燉雞肉和粉和涼拌青木瓜絲 除了有和粉 雞肉 豆芽菜 還有青木瓜絲 再加上一點點花生 只要醬料不要加太多 份量是很剛好的喔 想一想 我平常真的是吃得太油膩了 這樣搭配不但很清爽又沒有負擔 顴骨雜糧類 蔬菜類 豆魚蛋肉類 和堅果種子類 都吃到了 我知道下午我只要再加 顴頭大的水果 和一杯鮮奶 這樣就滿足六大類食物均衡吃了吧 哇 你真聰明 小米 今天給你一個小測驗 你去買午餐 我來幫你看看你選的均不均衡 好啊 經過這幾天啊 我覺得我已經能自己搭配了 還記得你之前說的我的餐盤六口訣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全頭大 菜餅水果多一點 飯和蔬菜一樣多 豆魚蛋肉一掌心 堅果種子一叉汁 依照六口訣和我的一隻手 就能輕鬆的搭配均衡的一叉喔 等等 我馬上回來 你看 菜餅水果多一點 飯和蔬菜一樣多 豆魚蛋肉一掌心 看來你已經找到我的攤盤的地獗了 再送你一份 堅果水果優格 就能滿足我的餐盤六大類食物 之後你應該不會再為我午餐 要吃什麼而煩惱了吧 對啊 太好了 這樣我以後就不用再追問的同事 要吃什麼了 那 我們中午到底要吃什麼 那問我的餐盤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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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